中文字幕 李宗盛 嗨 大家好 我是史達魯 我們今天要做一個搭餐的 比較美式的做法的東西 我們會做一個小小的Burger 然後來搭餐 那今天在醬料的部分 我們會用這個 很好的Mayonets 然後這個美乃滋其實 它是使用加勒芙 現在很推的這個 飛龍式蛋 動腐蛋的概念去做的 所以它的味道其實蠻好的 那我們會先做個醬 然後這個醬呢 除了這個美乃滋之外 我們還會加這個 四大叉的辣椒醬 把肉先煎起來 我們今天用的是這個午餐肉 那在煎餐肉的時候呢 我自己都還會偷吃步一下 就是先把這個麵包的部分 把它烤得有點焦焦的 鍋子夠大就可以這樣弄 OK 然後在煎的過程 我們就可以開始做這個 Mayonets 然後我們就把這個 Mayon這樣子簡單拌勻之後 我們可以來試一下味道 麵包已經烤到有一點點 這個上色的狀態 這超完美的 好 來我們看一下餐肉 現在問題是 如果這個麵包 我們已經把它烤好 有點上色的狀態的時候 你到底 這個醬要抹在哪一層 這蠻重要的齁 如果我今天的麵包 是比較像是米麵包這種 它的吸水性比較沒有那麼好的話 我可以直接用醬料 抹在這個麵包上面 可是如果我今天呢 這個麵包 像這種是比較台式的軟麵包 它的這個吸水性特別好的話 我們直接抹這個醬的話 它就會馬上被這個麵包吸進去 然後呢 你的這個麵包就會軟爛 所以有一個做法是 你可以把這個醬抹在生菜上面 生菜先完全脫水之後 把它放在麵包上 再抹醬 再放肉 OK 我們今天在弄這個的時候 我已經有先切一些洋蔥 然後我們這個 先切一些洋蔥 用那個紅酒醋把它炒過 所以這個香氣是很不錯的齁 來 先把它放在 這個麵包上面 然後我們來放上生菜 接下來把我們的麵 美乃滋把它放上去 然後把我們的餐肉放上去 好 這樣就可以很快速的完成 我們今天的這個 Dada Astia 這種Mascato的甜白酒的 有一點辣的這種 餐肉漢堡 謝謝大家 好吃嗎 謝謝大家